早安各位, 一個非常好天的星期一早上 今天我們有個特別嘉賓出現了, 它叫做250RR 我小時候是250RR, 原來我入了二波嗎? 完全不知道, 為什麼我入不到一波呢? 入了空波, 要踩到底下的 先過了, 習慣駕駕駛一輛新車, 又好像有點感覺 我覺得250RR的差距沒有600RR的差距這麼廣闊 所以轉這輛的感覺有輕微的不同 所以, 專注說回今天的主題 又來到一個要上班、要上學的禮拜日 不是呀, 最近停了禮拜日 要上班的禮拜日 今天又和大家吹吹水, 說說故事, 聊聊天 是的, 先更新給大家 因為我前陣子也想到一個想法 我想到一個方法 可以讓我多一個渠道去出一種新類型的影片 就是, 大家如果之前有看過我的Q&A 我之前去採集Q&A的方法 是叫大家在我過一段影片留言做Q&A 我發覺不是不行的 但這個方法可能要去到我叫大家留言 大家才會留言 我就想到另外一個渠道可以幫我收集大家想問的問題來做Q&A 我有空見到這些問題收集到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我就會跟大家做一次Q&A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開一個叫做Twitter的APP呢 如果大家有用Twitter這個APP的話 不妨可以在上面留言, 留下一些問題 之後你add我 addhkmonkeyrider 我不知道有沒有一字在尾 但好像有的 如果大家add了我 我就會偶爾收集一下 之後一次過解釋問題夠多 就一次過解答大家的Q&A問題 我相信應該都會挺好玩的 所以就 不知道城下會怎樣呢 可能不是很多人用Twitter 可能最終只有幾條問題 但如果可以的話 就大家用這個方法去收集一下 或者用這個方法去問問題 其實250真的挺好玩的 250cc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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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非常早的星期一早上呢 我明白呢 因為 我要保持三條片一個禮拜 今天我就想到一個題目 是純粹 我個人經歷分享 是不需要太多準備 去和大家聊聊天的 就是呢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 之前呢 就有觀眾呢 曾經問過我 或者 在間接地留言上面呢 都說過一下這個題目 就是說 Monkey 為什麼你可以脾氣這麼好的呢 在馬路上面 或者你的人 為什麼可以脾氣這麼好的呢 那麼 我就嘗試一下解釋 我自己的內心世界 之後 希望今天嘗試解答一下大家 其實大家為什麼覺得我脾氣好 我脾氣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去分享給大家聽 希望大家可能是新的騎士們 或者大家在馬路上面呢 有時經常遇到很多李老闆們呢 你們可以適應到那種感覺的 讓我先走慢線 我正在走80公里 應該有機會發聲的了 其實 我正在走五波 車很低轉 這計算不錯 不錯 250 不錯 Honda 先說回來 其實呢 很多人經常都 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這件事 有些人看過我的頻道 觀眾的話都會留意到 其實我是不是一個好像很好EQ 平時沒有什麼情緒 的人來的呢 那我可以解答大家呢 其實我不是大家心目中 想到那麼好EQ 的某程度上 其實 一半一半 可能是某些想法 令到我很明白呢 我一生氣是沒有什麼用的 哈哈 我和大家解答 即是拆解一下自己內心世界 是怎樣的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不知道大家駕駛車 各位如果是道路使用者呢 我相信呢 大家在馬路上駕駛車 應該曾幾何時都試過犯些錯誤的 其實 如果大家看我的頻道 我是歸類了好 有些司機是兩類的嘛 第一類叫李老闆 李老闆們呢 就是擺明知道他自己錯誤 但是我是要這樣駕駛嗎 這類人來的 第二類呢 第二類呢 就是 駕駛司機門 即是他們剛剛在出來這個道路上面 剛剛出來打滾呢 不是很熟悉那些習慣 所有東西呢 那這些呢 我叫做駕駛司機門的 某程度上呢 我對駕駛司機門 我的包容性是高一點 因為我知道他們不是非常有心去做這個動作 可能他們錯誤也不知道呢 但是我對李老闆們 有時候我要抱住一種 就是 哎呀 你的PK 這些心態呢 就是因為我知道李老闆們 是少少刻意去做那些事情 其實甚至 他的車品已經變成一個很壞的人呢 其實某程度上應該做些什麼都改不了 當大家有這個前設的情況之下呢 你們就可以想像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自己 間不中做了駕駛司機呢 我是試過的 當我剛剛開車的時候呢 我是會試過犯了一些非常白癡 但是對方會覺得我是李老闆的動作的 其實那當然呢 我會很不好意思很內疚 但是呢 當我有這個習慣 或者當我試過這樣做錯事的時候呢 我就很明白 有時候在馬路上面呢 對方犯錯呢 對方都 我相信是會有內疚之心的 就是他都會內疚自己做過這個動作的 除非他真的這麼面皮厚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錯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應該就會 一知不覺地將來變成一個李老闆的 其實 有這個假設 就是假設了對方犯錯的情況之下 他是想改過 或者他不是真的有心的情況之下呢 通常呢 我對他這些李老闆們 或者一些馬路上面 比較有惡意 激怒我的動作呢 我都會抱住一個 我會原諒你的 只要你肯改進的話的心態 哈哈 對呀 有少少這個心態 令我有時 為何會這麼EQ好呢 後面又有個4WAN推我了 PK 對呀 為何不喜歡推車呢 對呀 有個故事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我之前看書 我自己曾經都做過前線 做過Sales 某程度上 我都很明白人性的感覺 人總是覺得自己是對 總是覺得自己是受害者 例如是什麼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呢 就是你在這裡搶船 搶船是向後搶的嘛 就是你是看著那個方向大的 船是向後走的 如果你搶車一下船 後面突然間撞到另外一隻船 你想像一下 你搶車一下船 突然間撞到另外一隻船裡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一轉過來 船上是有人呢 你可能的心態就是會 有沒有搞錯 阿庭的船在我後面 你看不到我正在來的嗎 是類似這些心態的 你是會把那個責任 怪責在對方身上 但是調方的註意 還說如果你吞車一下船 突然間撞到後面那隻船 你一轉過來那隻船 是沒有人的 你純粹拍在這裡 你的心態會想什麼 你可能會覺得 唉呀唉呀 不好意思 為何撞到呢 為何會這麼大意呢 因為呢 因為呢 故事背後就是帶出呢 人總是會將自己 擺成為受害者 我相信 當然不是錯的 這個都是人性來的 有時自己都真是一個受害者來的 但是我覺得 有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對方都可能是沒有做錯呢 有時呢 有情緒是正常的 例如我之前那個 LV8908的FORAN司機呢 不知道大家是沒有印象 好像是每天馬路趣事 但是不知道多少集呢 我忘記了一個編號了 那一次它撞到我躺下了呢 它都會覺得 不是 句話是什麼 講話呢 就分回次序 現在不是你不追究 是我不追究 現在類似啦 它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受害者 明白嗎 當然啦 我在我的世界 我也有一個受害者 大家都生氣 情緒上也有回想上下 但我很明白呢 當一個人有情緒的情況之下 他就應該不可以很理性地判斷一件事 其實 當然啦 情緒是正常的 人們經常覺得 為什麼完全沒有 不生氣 沒有脾氣的呢 我是有脾氣 只不過我不相信自己的脾氣 我不是跟隨著自己的脾氣 做事而已 有時 當我有時遇到一些不好的車司機 要一些不好的穩食車 也都是李老闆 我是會生氣的 那個即時反應 但如果我把這個生氣的動作 這個情緒呢 變成一個復仇心 去追上去 跟他拍照 跟他拍照 跟他鬥攝位 這些位置 我覺得 就不是很好 我又不是一個完全以得報怨的人 但我覺得 如果一個人是有負面情緒 你把這種負面情緒發洩 向你那個人的話 其實是不健康的 某程度上 有一點很哲學的事情 就是 復仇這個心態 通常都不好 兩敗俱傷 不知大家有沒有試過 在中學小學 當大家還是連笑無知的情況下 跟一個朋友吵架 可能有些位置 你明知自己都不太適合 但你就是會跟他吵架 因為覺得 我就是不搶 我是要爭論 我是要爭論 我是要跟你撐下去 變相 最終你已經去到爭論 而爭論 是忘記了為何會生氣 總之整個事就是這樣 人的情緒是很容易的 這個盲點位 我相信 為何走得這麼慢 司機 所以是 我是會生氣的 我真的會生氣 我真的很不強 LV8908 其實 但是 當下跟它正面衝突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是不是 難道真的是隻抽嗎 雖然 就是題外話 我以前是學過空手道的 都是黑帶初級段來的 是有點show off 但是我已經把這些東西交回 交回給我師傅 已經忘記了 對 難道真的在街上隻抽嗎 有情緒的 不是 是難的 我很明白 有情緒要控制自己 是一件很難的事來的 但是 WOW 但是 不代表是可以亂來的 對不對 這個題目 我相信是有點哲學的 其實甚至是 我不知道大家 聽不聽得懂 其實 但是 我希望大家 不要說希望的 我會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態 給大家聽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將來 有這個 意識呢 有時候 現在說話 我覺得都不是每個觀眾 會完全吸收得了 但是 可能你就是 那個吸收了的觀眾 將來 你就是做了一個 車品 可能再好些 或者你 人都沒有那麼容易生氣的人 我相信是會開心些的 是的 那 有些人都會說 不是喔 你放棄走 就是等它逍遙發外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明白你的 你為什麼會覺得 這個不好的地方 但是某程度上 你當我有一點點 自己FF的心態也好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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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人的駕駛車品 可以這麼差 他人品都不會好得去哪 一來 一來人品不好得去哪 他人生上 總會遇到另外一個我 是會和他隻抽的 我相信 就是用回LV8908 這個司機去為例的話 就是 他對我做這件事 我相信 他之後 都會對其他司機做這件事 而當他遇到那個司機 不是那麼友善的話 他應該都會再生氣 其實他是一個人生 pattern 他將來應該都會自己自食其果 我相信 就算不是在馬路上自食其果 我相信 他在人仔關係上 都會自食其果 其實 如果他對人不是特別好 平時會那麼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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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程度上 可能 他跟家人關係都會有些衝突 或者跟朋友關係有些衝突 其實在那些位置 他都會因果循環地拿回他要拿的東西 其實 所以 唉 好熱啊 做過 車品好的人 我相信 人品好 車品自然好 其實好像阿華 劉德華 拍 拍 拍 嘻咕嘻咕 新年財音說 感覺是這樣 這集應該很快 其實我開 噢 剛剛好 你盡忠 他沒有電 我很愚蠢地忘記充電 辛苦你了 唉 好 今天就 開小朋友的250R 純粹做一次自然治愈周機 大家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明白我說什麼 或者我說什麼 你隨便留言 我會和大家留言分享一下 但是 近來我的留言是沒有什麼覆蓋的 因為 我真的太忙了 其實 我忙到我沒什麼時間 開回我的YouTube留言 去覆蓋一些留言 我會慢慢從上幾集 慢慢覆蓋上來 所以你照留言 我是會慢慢慢慢覆蓋上來的 多謝各位平時會有留言的習慣 以及多謝各位一直支持開的觀眾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